052D舰曾参加俄罗斯海军节 为什么授业镜头被掐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最近,052C可谓是大出风头 热一度甚至超过了055万吨大驱 中华神盾舰大放异彩 再次引发轰动 日前,雷神公司发布武器广告 其中出现很多让人眼熟的武器 视频中有一幕印象深刻 一艘052C型驱逐舰向美国水面舰艇 发射反舰导弹 除此之外 052C的欧洲之行同样关注度极高 前不久 中国海军的052C西安舰 在完成亚迪湾护航任务后 便北上欧洲对法国进行五天军事交流 之后又穿越英吉利海峡南下返回 在经过多福海时 英国海军出动一艘护卫舰全程跟踪监视 反倒被西安舰锁定 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还遭到国内民众的鄙视 有声音表示 正常航行而已 英国海军未免过于小气 这次航行也让西方国家了解到 中国海军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052C是我国首款防空驱逐舰 已经迈入世界先进级别的防空驱逐舰 其最大的特点是 海之星大型有源相控枕雷达枕 海之星雷达是全球最早投入使用的 大型四面枕有源雷达 是中国军工弯道超车的利作 事实上 052C舰此行的最终目的 就是参加俄罗斯的海军节阅兵活动 这次规模也一如既往盛大 即将在今年正式服役的俄罗斯神盾舰 卡萨托诺夫尤其受到关注 此外 中国海军参阅的052C也备受关注 还会向当地居民开放参观 这是中国海军第二次派出军舰 参加俄罗斯海军节竞逐活动 两年前 中国海军曾派出052D舰参加俄罗斯阅兵活动 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发生 先进的052D遭到冷遇 也许是俄罗斯人不够自信 052D的镜头被俄官方媒体都掐掉了 有网友表示 那055去是不是只能呆港口了 要知道 这是重要的军事交流活动 而并非秀肌肉 中俄近期军事活动交流频繁 能够在实战中取长补短 同时稳定亚太紧张局势